好,我們今天就是第七課 第七課我們就是在做一些資料整理 第八課也是還有一些資料整理這樣子 那這樣我們資料整理的課在上半學期就算結束了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資料整理有兩項 主要應該是說 主要就是做這個資料的更進一步的就是 把我們想要的條件的資料把它抓出來這樣子 好,這是什麼意思勒? 就是在之前我們是轉換格式嘛 對不對,我們透過不管是merge還是什麼 我們或者是我們把這個格式從直式的表格轉成橫式的表格 方便我們閱讀 可是現在我們希望可以把某些特定的數據把它抓出來 好,我們這邊舉的第一個例子比較簡單 第一個例子就是我們首先要做一個資料清理 舉例來說,如果你發現你的data裡面有年齡超過130歲了 或者是20000多歲的 那一定是有人打錯了嘛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就要把它抓出來 那或者是有一些 假如說重複的數據 重複的數據我們好像會抓對不對 好像有一個叫duplic的函數 那或者是各種違反規則的數據這樣子 違反規則這件事情比較複雜一點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兩個範例而已 因為我們這節課就是希望大家輕鬆愉快 當然這個比較是說跟禮拜四的課比是輕鬆愉快 但是也許也是有人覺得不是很輕鬆愉快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我們今天就是上兩個小節 那第一個小節是相對簡單 那第二個小節我們就會教大家一個比較困難的案例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學習目標就是這些 那我們下個禮拜會教大家更困難的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整理資料不是什麼重點 那實際上甚至有一些公司啊 就是他能不能賺錢啊 並不是關係著他可能他會多會分析啊 而是他資料清理的能力好不好 我這邊跟大家舉一個關鍵的例子 舉例來說像是這個臨床試驗的這個委託服務公司 這是什麼東西咧 就是你一個藥物或者是你一個醫材要上市的時候 你總是要經過臨床試驗嘛 那舉例來說像我看好像是昨天還是今天的新聞 說這個什麼疑障癌的藥這個結盲失敗 那這個就是委託臨床試驗的公司告訴他說 哦你這個藥沒效這樣子 好那當然對那間公司的影響股價一定會跌非常多嘛對不對 那最重要那這個委託臨床試驗的這個公司啊 他就是負責把資料弄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那為什麼他要因為這樣子的話才有辦法分析嘛對不對 然後才可以符合這個藥物審查的這個標準 好所以說那間公司啊他可能大部分的公司 就是他可能核心的價值就在於把這樣的一個資料整理好 所以我想資料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呃我有一個碩士班的同學現在在 那樣相關的產業在當主管這樣子 他告訴我他們公司一個資料進來對不對 大概有八九百條路去把有問題的資料給挑出來這樣子 好就是八九百條路就是這個以後啊這個key的人啊 不管他有什麼神奇的創意可能他們公司都遇過了這樣子 所以他會有八九百條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故意給大家一份就是這個資料啊 這個資料齁就是下載了以後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好這個我們讀進來以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個資料這個資料就是病人 然後他在某一天他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這個資料很幸運的他比起我們上個禮拜的資料 他已經是橫式資料對不對 就是病人時間然後就數值嘛對不對 這個已經是橫式資料已經是比較容易看的了 所以我們不用再做過多的整理 欸可是我們現在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需要找出啊符合一些特定條件的 就是條件的這個就是RAW 什麼特定條件舉例來說他的日期是錯的 那我們想看看要怎麼樣把日期是錯的這件事情把它抓出來 因為在我們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學過日期格式嘛 對不對好我們來看一下日期格式要怎麼做 首先如果你直接去問他class data 那個data它是什麼樣一個屬性 他要告訴你是factor 好注意這邊注意一件事情齁 就是因為我的R的版本是3.4.4 非常的舊這是一個2018年的版本 那你們現在如果是新裝的大概都是4.x的版本啊對不對 那4.x的版本你如果按class的話 它出來應該是文字不是factor 反正不管怎麼樣總之就不是date嘛對不對 好所以我就要想個辦法把它轉date 那轉date其實很簡單就asDate 只是說我們之前就是date的屬性是比較少用到的 所以我從來沒有講過 那實際上就是它就是向量的一種 所以你有這個能力你可以把這個data變成asDate 之後再把它填回去 那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data 好你會看到它是不是變成了一個標準的格式 本來寫的就是奇形怪狀 現在好像都非常的標準 然後再問他class 好Date 好你會說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把它做一個轉換這樣有什麼了不起的 欸了不起的在這裡我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像我是第七課這個data 對不對好我們來故意改一下東西 比如說我把第四筆本來是10月17號嘛對不對 那我故意把它改成2月29號 2月不會有29號嘛對不對 至少那一年的不會有啦 那一年的2月29應該是4的倍數才會有嘛對不對 好來我們再讀一次 好看到了嗎這邊是2月29對不對 你看不出它有任何問題 可是啊 如果你把它用data再做完以後 再給它head一次看 欸 它是不是變成na了 欸所以它其實是 我再把它還原回去好了 好這個還原回去 所以它其實data這個函數啊 它有能力去就是 去確保你的日期啊 是出現在正確的日期範圍內的 來 data這邊有4個日期 其中 229這一天是錯的嘛對不對 欸可是這個是對的喔 這個9月沒有31號嘛 你如果按data之後 你會發現這兩個就被我改成na了 好所以data這個函數啊 它就是等於說 透過這個就是 不斷的這個就是 轉移就是 假設說 SXX這樣子的轉移方式 你就可以 如果你發現在轉移的過程中 資訊有丟失 那它一定就是格式怪怪的 我可以把它找出來 看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這邊再舉個例子好了 舉個例子 你現在有一個欄位 舉個例子說 正常來講 它應該是一個 舉個例子說 是一個數值 欸是一個整數好了 那但是 你不知道有哪個 王八蛋 它就打了一些小數點這樣 你要怎麼把它檢查出來欸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整數 欸 改成數值 改成 它可能本來是數值嘛 對不對 你把它改成整數 那 你看看 是不是跟本來的不一樣 那如果不一樣 那鐵定就是 那個 那一格就出錯了 我就可以去檢查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有了這樣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東西之後 喔原來我是有設計 裡面是有一些不一樣 是有不一樣的 好 這個 我們這樣子做完之後啊 我們現在來 現在來重新讀取一下 就是這份Data 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一些 是有錯誤的地方了 好 AstData 然後 接著來看著這裡的 wrongData 等於 我先AstData嘛 然後wrongData 等於 isNa Data 裡面的Data isNa 這個函數 我們第一次教的 它就是出現一堆 true跟false 這樣可以理解吧 它就出現一堆 true跟false 所以我 現在來看一下 好看到了 我抓到了兩筆 有問題的資料 對不對 可以接受 我抓到了兩筆有問題的資料喔 這兩筆有問題的資料 它的Data是不是變成了Na 那就代表它有問題 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抓 第45筆跟第68筆 它到底問題出來哪裡 那這個 第45筆 在這 6月31 6月沒有31號 打錯了對不對 好 第48筆 它在這 2月這一天沒有29號 好 我是故意放在裡面的 就是要讓你知道說 欸其實 你可以把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齁 那你就可以去修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通常啊 你如果以後 因為 這個資料整理的這個規則 它的入我一定是非常長 對不對 在以前我們都還沒有跟大家約定說 我們的程式碼 應該寫成什麼樣子 半年後你自己才看得懂 如果說你現在 現在就是都亂寫 我不要講說半年後 你們上一節課寫的語法 你們這節課可能就 不知道它在幹嘛 對不對 所以請你寫這個樣子 我寫什麼樣子 就是 你在read the data的時候 你這裡可以給個 警號做註解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在寫程式語言的習慣 當然要寫很長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 呃 警號 有個註解 那做了一些註解之後 下面就有程式碼 警號來註解 中間 希望要有一些enter啊 什麼之類的 去把它隔開這樣子 那你必須依照這個格式去寫 呃 你想要不按照也可以 只是第一個 這個 你跟別人溝通會很困難 別人看到你的程式碼 會覺得碼的這個很難改這樣子 因為根本不知道在哪裡啊 那第二個是 呃 半年後你自己 通常也看不懂 你現在在寫的語法這樣子啊 好 所以說 我們比較建議就是 大家都習慣用一樣的 就是 coding的方式 來去 做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現在啊 想要 找出一個 這個 我們現在 剛剛把 data這個屬性的 講完之後 我們還想要啊 做一個就是 stage stage是否是在 1到5之間 那是否是在1到5之間 一個最好的做法就是 欸我們之前有學過 percent in percent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問一下 state data裡面的stage 它是否在1到5 1到5 是否都是1到5裡面 那如果 然後給個驚嘆號 那就是代表 把它反向嘛 所以 在 wrong stage 如果是true的話 就代表 它是有問題的 好 所以我們的 RAW2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RAW2出來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幫他找到 wrong stage是錯的 我來看一下 誒 wrong stage 哦 你看這邊有個0 那顯然有問題啦 好 就是 我故意在這份data裡面 就是 充滿著錯誤這樣子 就是 故意給大家 檢查的這樣子 好不好 你看 它 它有錯齁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在錄我這裡 我就可以寫說 誒這個 Track Stage 然後在這裡 我就 我就可以把 剛剛這行把它寫下來 可是我平常在做的時候 我不希望它執行 所以我給它 警號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一個data進來之後 以後這個data格式 只要不要做太大的改變 它都會經過這兩條路 把有問題的給它抓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 那了解了以後 我們還可以再抓出一些其他的 舉例說 我們想要把 假離子濃度 大於10 或者是 低於1.5 或是高於10的 把它找出來 好那你會發現 這個 不是那麼好做 因為 這個 它有一些 很多條件嘛 對不對 那我這邊 需要用到的是 索引 索引 就是 我先 看一下 data大於10的 這樣是不是會出現一堆 True跟False 這樣可以接受 那 小於1.5 是不是也會出現一根 True跟False 那我希望它是用 或的方式去 產生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透過這種方式 得到一個 聯合的這個 聯合的這個 就是 Rule 那這個東西 True跟False 它可以拿來做為索引 它可以拿來做為索引 那我的 wrong data的 符合這樣的一個 條件的 那我就給它True 不符合的 不符合的就是它的 反向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 我就給它False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 Rong K Rong K 我現在把Rong K False的地方 把它抓出來 True的地方抓出來 欸你會發現 這一筆有問題 喔 它因為它的K是139 這個一定是 不知道哪裡 踢錯了嘛 對不對 這是有問題的 欸可是你發現了什麼 這邊是不是有好幾個 這邊是不是有好幾個 這個NA的部分 這個NA 是為什麼它NA 因為KNA了 KNA了 有問題嗎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欸它 那個NA就是 它沒有這個值嘛 沒有這個值 它可能就是 當次抽血沒有抽嘛 所以 我如果只想要把 True的部分拿到 那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做 我不能用等於等於 我要%&%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只拿到 Rong K 等於True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同樣 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些沒有填 那就NA嘛 對不對 %&% NA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 等於等於 在使用上 它就要小心 這樣就是 就是 我們原則上會喜歡 用這個%&% 我這裡可能寫錯啦 這應該要寫K啦 好不好 這個 這個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就把這一頁改掉 好不好 那這個 大家知道 這樣 大家這樣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說 欸我們用等於等於 會出現一些問題 用%&%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 到改內頁的過程中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練習 練習題稍微有點創意 第一個 請你檢查 STAGE跟MDRDGFR的關係 是否有錯誤 來看著喔 我們現在這份資料 也不是很大份嘛 對不對 這份資料 總共就79項 好 這邊有一個MDRDGFR 這邊有個STAGE 那理論上 這兩個 這兩個 變數的關係 應該要符合這個 Rule 就是 如果GFR是90以上 那它的STAGE就是1 GFR是60到90 它的STAGE就是2 30到63 15到34 15以下是5 那請你 試著做一條路找出 這兩個不符合的 這沒有很難啊 但是你要想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好 我想這一個 它的關鍵是 我需要把這個 就是 先產生一個 就是新的這個STAGE 那我要怎麼產生新的STAGE 還記得我剛剛這裡有用到 利用索引去 賦予它一個新的值 對不對 這個 這個索引 賦予新的值 以原理是 這裡會有一些True跟False 對不對 那True的會被選到 對不對 True的被選到 我就賦予它一個新的值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等於把 屬於某一個條件的 就給它一個新的Variable 標上一個新的值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可以把 MyStage 我這邊可以產生一個MyStage 然後Data裡面的 MDRD GFR 它如果是 大於90的話 那我就給它 1好不好 我就給它1 那接著勒 你如果這樣子 做完之後 我們現在 全部都執行一次 我們看一下 你看一下 MyStage MyStage 等於1的 喔你不能用 等於等於 你要用%0% MyStage等於1的 居然一個都沒有 它沒有大於90的 喔好 一定沒有關係 好不好 那 那接著 那我要怎麼找 大於 這個 我要怎麼找 這個小 就是等於說 小於這個 90 然後大於60的 我們可以用 聯合條件嘛 小於等於90 這個打錯了 小於等於90 同時 Data裡面的 MyStage AMDRD 它大於60 這樣我可以給它2 對不對 好再做一次 總會有2了吧 也沒有2嗎 也沒有2 好那也沒有關係啦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那這樣子 如果你前面兩個寫出來 後面就很好寫了啦 就是 那這裡就是30 這裡就是6 欸這邊就30 這邊就60 然後這裡就改成3 然後這裡 改成4 15 30 最後 5的部分 15 然後後面那個條件 我就不要了嘛 對不對 來5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產生了 我的MyStage 好你看啊 後面是有一個 我的MyStage喔 那我現在要比較 MyStage 跟原來的Stage 是不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 很簡單啦 那就是 MyStage 它是不是不等於 Data裡面的Stage 你這樣直接執行的話 它就是一堆True跟False的嘛 對不對 欸 怎麼那麼慢 好 欸你看到了嗎 這邊有一個不一樣的 好我們來 我們來把這個都 喔這邊有好幾個不一樣的 我們把它的結果 把它存過來 Data裡面的 RoneStage 好 Data裡面的RoneStage 我們等於這樣子 然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Data裡面的 RoneStage有哪些咧 欸 看到了吧 這些 呃 這個 它應該是5嘛 欸結果它變成0了 所以它確實出問題了 對不對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 31.6 那它顯然不應該是2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46 它一定是 它應該是3嘛 這應該是4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 把聯合條件的這個 就是 的這個錯誤 把它抓出來 我們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 就是 不要 不要看答案啊 就是因為這個蠻簡單的 不要看答案 把它想辦法 把它做出來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的第二節 是一個比較難的部分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就是 剛剛都是 變數跟變數之間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等於說 這個規則設定 我們現在想要設的規則是 如果今天 一個人 它 我們規定啊 一個人 每兩個月 才能夠有一筆資料 什麼意思咧 就是 我們現在這樣子 data 它 間隔 我們要去計算 這兩個間隔多久 這兩個間隔 如果 這兩個間隔 好像有 兩個多月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沒有問題 那 這兩個 這兩筆的間隔 也有兩個多月 那就沒有問題 好那假設 這兩筆的間隔 它不到兩個月 假設啦 它實際上就超過了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是有問題了 這個有什麼問題咧 我舉個例子來講 主要說以後啊 這是一個 主要說這樣紀錄一筆 它可能這個 健保局可以給你 1000塊 對不對 那健保局說 我每兩個月 只要求你做一次啊 你如果 一直做一直做 這樣子我會破產啊 對不對 所以他就想說 那 你如果 這邊有出現問題 那我就會 那你就 就是 我就會 不讓你付錢 我就會不給你錢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假設你現在是健保局的員工 你要怎麼把這個事找出來 這事是不是有點難 你們大概想一下 你們覺得要怎麼做 好 呃 我們現在來 有沒有人要講話的 有沒有覺得 第一步你要怎麼做 這個規則 應該大家要聽得懂吧 對不對 抓到同一個人 你說他是以人為BASS的 是不是 好 第一 第二 他是以人為BASS的 所以你 首先 呃 你以人為BASS 你要不要講一下 那第一步你至少要做什麼 對 對 Level 好 來 先把 你至少要把有哪些人知道吧 對不對 不然 你 什麼都不用做啊 對不對 那Level做出來之後 呃 因為他是以人為BASS的 他不是以比數為BASS的喔 所以說 我是不是要放個給他填答案的地方 就是 我有點像我們那個 當初在找這個直數的時候 在找直數的時候 我需要有一個地方去放 答案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 之後勒 之後我 每個病人 每個病人檢查嘛 對不對 這個病人 產生一個 Subdata 這個Subdata裡面的日期 我再去檢查 我可能要先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啊 那排列完了以後 我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間隔 舉來說 小於60天的 對不對 大家可以了解吧 這個 邏輯 你了解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 這個 來寫了 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想說 還有一些比較進階的喔 就是現在是健保局 你現在是站在健保局 的角度喔 你只要這個病人不合格 你就直接發回去說 欸 那個三軍總院你給我重送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三軍總院的 他說這一筆 這一堆資料不合格 你絕對不可能全部都不送嘛 對不對 你絕對是 呃 這邊剛好有一筆是出錯了 那我就把它給刪掉 對不對 這樣隔四個月總可以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欸我們下一節課 就要做那個進階的 那個進階的 你們現在用聽的 就知道很難 對不對 但是 我們先做簡單的 那簡單面要怎麼做咧 來 首先啊 這個 它DATE總是 必須是正確日期的吧 對不對 它DATE如果 是不正確的 日期的 那我們連做都不用做啦 對不對 欸還記不記得 剛剛有一筆 DATE的資料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先把 跟DATE DATE是NA的 我就把它先去掉 我只留下 DATE不是NA的 看到了嗎 它屬於NA 然後 金碳號 所以它不是NA的 留下 留下以後我要做什麼咧 好 首先 我們如果要做Level 首先 它這個Patient 它必須是一個Factor 對不對 但是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病例號 所以這不是Factor 我需要把它轉成 Factor之後才能夠Level 好 所以說來看著Levels 跟這個Factor的 這個Convo 即又來啦 這個 就是 等於說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取得 我的病人的 這個 總共有哪些人 好 那我現在總共有 17個人 下一步我要做什麼 下一步 還記不記得我剛剛說什麼 蛤 什麼 來講一下 Subdata 哦 Subdata 就是 我要把 屬於第一個病人的 抓出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把屬於第一個病人抓出來 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寫回圈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 你就要知道說 這個最後鐵鏡是要用回圈做的 所以我直接在外面寫I等於1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寫I等於1之後 我就要把屬於第一個病人的資料抓出來嘛 對不對 我要怎麼抓勒 來在這裡 這個 哦 我這邊 這一步忘記了 我等一下再講 把第一個病人的資料抓出來 我們需要這個樣子 就是 Subdata等於Data裡面的Patient 等於等於LevelsPatient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把第一個病人的資料抓出來 好一樣 剛剛我講說 我需要有一個可以填答案的地方 所以我產生一個新的向量 我產生一個新的向量 叫X 這就是跟我們那個直數 就是我們在找直數的時候 我們要留一個地方去存 處跟FORCE 這是一樣的喔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一個人 Subdata 這個病人有沒有問題 欸 來 我們現在可以相減了嗎 這兩個 哦 看 第一個病人就有問題了 對不對 他是超過 他在 他不到兩個月 就重複做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現在 我要想個方法 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 欸 我啊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要把 第一筆跟第二筆做一個相減 對不對 那 我之後 可能會有三筆 可能會有四筆 那我要怎麼做 再寫一個回圈 對不對 因為不定數目嘛 不定數目最討厭的 我們就是再寫一個回圈 那再寫一個回圈 就這樣啦 來 那我們先來 這個 這個 就是 哦 我們不要寫那麼快好了 來 我們再寫一個回圈 我們來慢慢來喔 就是 k 等於 1 k等於 2 就是 k等於2好了 好不好 就是 這個 我們想要 我們 k絕對是 不可以是1嘛 對不對 因為1 前面沒有人減嘛 那我們 k等於2的時候 我們是 Subdata裡面的 Subdata裡面的 Date嘛 對不對 然後他的 k-1比 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我的 上一筆的 日期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是我的 下一筆的日期 那我要把兩者相減 好 我要把兩者相減啦 呃 是 日期要相減 直接用這個 減號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等於 相減 對不對 這兩個相減 注意一下 他告訴我 time difference 就是總共有48天 所以這個是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啊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存在一個 就是因為他又是一個 不定長度的 資料 對不對 有時候是 這個病人有時候是 只有 有6筆 有時候是5筆 有時候是12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我需要儲存一個 我們再來一個 就是我們再產生一個 叫diff的 這個diff啊 這個ndata 我們先把它做出來好了 ndata 就等於 number of raw subdata 那這個ndate 這個 difference啊 它一定是 它現在就只有一筆嘛 因為是ndate-1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這邊 我這邊把k改成 從1這邊開始好了 那這邊就是k k加1 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數字填到 diff的 裡面的 dk個數 好雖然這個病人只有一筆 但是你應該要有能力 寫成這樣子喔 就是 你就會知道說 喔這個 這個diff啊 它好像是 欸48 好那 如果說今天 好我們把 i把 就是i把1 把它換成5好了 我看一下 這樣會不會比較多一點 好 會多一點 好 會多一點的話 那就好解決啦 我可以把 我可以把 這個k從1 那我就可以把它 for k從多少 1到 n.date -1 好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的話 我的diff是不是 就東西就多了 好全部執行 那我的diff是不是 欸 欸喔有6天的 這個是不是就有問題了 好那我現在要怎麼檢查 這個diff它是不是有問題了 我需要 我很簡單嘛 就是 diff 它是不是小於60 那 欸 今天剛好它都是true啦 那如果它 有true 有false 我這邊 我這邊再換一個病人好了 我看看能不能換到一個 好一點的病人 好不好 欸 這個3號 4的病人不太好 那我們4號咧 欸 欸太好了 有true有false 那 如果有true 是不是就代表了問題 如果有true就代表了問題 這樣可以吧 那我要怎麼把 我要怎麼檢查 這裡是否有true 我覺得 我是不是很簡單的 可以這樣 true 它是否存在於後面這一大包裡面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抓出 欸後面這一大包裡面只要有true 就代表它至少有一筆 是小於 這個 是小於這個60天 對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樣的病人給抓出來 好那我們來整理一下這個語法 好不好 我們要怎麼整理咧 來 首先 這個 如果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 x x x是跟什麼 x跟i的對不對 欸就等於 true 這就是有問題了對不對 else xi 它就等於false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 另外就是 還有一點是 這個ndate 它如果是等於1的話 那它當然也會是 也會是這個 也就是 也就是沒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還要來一個 if ndate 它 呃 等於等 大於1 等於等於1 那我的 這個東西它就是false 那else 我才要去做這一堆有的沒的事情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我的語法就寫好了 我們現在這樣子全部執行次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x 好 這個第四個被我填出了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回圈是不是就可以打包起來了 for i in 1到多少 n.patient 好可以把這整包 把它打起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xci長成什麼樣子 欸有true有false 有些病人有問題 有些病人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知道哪些病人有問題 是不是 把這個當索引 那我可以把levels patient 然後把這個當索引 欸這幾個病人有問題 這樣我是不是給我抓出來 這幾個病人有問題 那我想要把有問題的資料抓出來怎麼辦 那是不是就是data裡面 然後我們data裡面的 那個就是 呃是叫什麼名字 patient 他屬於 這裡面的 那就是這幾筆有問題了 好這幾筆 他顯然是有問題啊 主要說第一個病人 這兩個離太近了對不對 這兩個也離太近了 這 欸這個離的 哦這裡離的 哦這裡離太近了 對吧 好然後這裡 呃這裡 呃這麼多筆 通常也是一定會有問題啊 啊這麼多筆 大概 我也 我現在懶得著了 大概哪裡有問題我也懶得著了 但是 程式就告訴我這些地方是有問題的 我是不是就可以抓出來修正 這樣可以接受 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說這個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啊 你要知道說 欸我們是在做什麼事 我就是把 difference 這樣會出現一大堆 true跟force的這個 串列嘛對不對 那這個項量 如果裡面包含了true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這一串語法把它抓出來 那接著我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function把它寫好 好那當然我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 直接把它填進來啦 就是不見得要 因為它就本身就是一個true跟force的嘛 我不見得要 如果是true的話 我填true else我填force 我可以直接把它填進來 好那我想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鐵定是可以這樣子抓出來 那這個大家就可以把這個 就是 等於說把這樣的 不滿足這樣很複雜規則的人 把它就是檢查出來 好那我 這個我們這邊啊 需要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練習啦 就是首先啊 前面那個步過過程 你一定是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那 你必須要自己重新過一次 好那你自己重新過一次 之後 我給大家一些時間 大家必須要檢查 GFR變化量 來 注意一件事 前面的規則是 我只有日期的相減 我只有日期的相減 就是 這樣我可以得到一個time difference 對不對 那這個time difference 如果滿足某些條件 我就要做一些 就是 標示 啊現在我的練習題是什麼 我這練習題是 我 這個 假如說 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那這個病人可能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要去處理 什麼事情呢 這個 GFR其實是一個病人生功能的指標 一般來說 變化不會太大 你的腎臟不可能突然就變壞 或突然變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你抓出什麼東西 這個 平均一個月變化超過2 請你把它抓出來 如果有一些病人平均一個月變化超過2 那你要怎麼去計算他平均一個月超過2 首先你要先把時間給找出來吧 那時間找出來之後 你還得把 GFR的差異也找出來吧 然後你把這兩個相處 他超過2了 你就要把它highlight出來 好 所以說 其實 第二 練習2 他 事實上是 等於說 剛剛第二節的 這個範例跟練習衣的一個進階的這個組合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練習題 我們會花大概 我們給大家大概20到25分鐘的時間 呃 自己練習 那在這裡等下結束的時候 我一定會寫一個 我一定很很仔細的教大家 這個東西要怎麼寫 好 我們先把時間還給大家 好 就是我忘記要教你們一個函數叫DIFF這個函數了 那DIFF這個函數 他是拿來做什麼的 就是 舉例來說這邊有一串向量 1 7 3 4 2 對啊 等於x 等於x DIFFx就是 直接可以把 前後的相減把它 做出來這樣子 好 同樣的 如果我的x是等於 呃這個 舉例來說 呃 estate 然後這個 呃這個 假如說2021 呃01 01 然後這個 2021 呃 03 04 2021 04 07 呃3 10 好啦 好這樣 那我DIFF一樣也可以放在x 好不好 就是DIFF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一次快速的運算 那當然啦就是 用回圈也沒有什麼不行 好不好 就是比較 就是這個跟duplicate你要不要用回圈一樣啦 啊 你有這個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好不好 好 你要做這題的話 就是 難度當然是 這可能是我們遇過最難的一題啦 好不好 這個 但下個禮拜你會遇到更難的 好 所以這題我們還是要會 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首先一樣啊 我們要先 前面的步驟是一樣的 我們要先把 那個 Level Patient 跟Unpatient 把這個Information給 就是 創造出來 這樣我們後面才有辦法繼續做 那我們後面要怎麼做咧 來一樣I等於E開始 好 I等於E if這個 這個 呃就是 subdata 它就等於 Data裡面的 Data Data Data裡面的 這個patient 它要等於等於 Level patient 的第1個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不要用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好像沒幾筆啊 我們就用 我們剛剛第4個好像還不錯喔 好不好 來第4個 好現在我們的subdata 是不是總共有 這個 欸還真的蠻多筆的 好不好 好那我們 剛剛 有交過一個新函數了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 Diff 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所以首先 一樣我們先產生undate undate 他等於等於E的話 我的X 就要填入 False 這個絕對是不會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Else Else我才要做一些事情 我要做什麼事咧 首先 我是不是要先把 Diff Diff的 Time 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Diff的Time把它算出來 我們把它叫DiffDay好了 好不好 好等於 Different 然後這個 呃 Subdata裡面的 Date 好這樣我按一下Run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DiffDay 欸 看到了沒 這個天數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然後 那我 我剛剛不是說我們要兩個相處嗎 所以 Diff的GFR 等於 DIFF Data 欸Subdata 裡面的 MDRD GFR 好這樣 我是不是就得到了第二個 第二個東西 好那我現在想看的是 這個東西 它除以這個東西 這是不是就是日斜率 這是日斜率對不對 那我要把它乘以3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就是我的Slope嘛對不對 好如果你打在Enter之後你會發現 欸 它沒有辦法做 為什麼 來 仔細有時候我們就是 遇到這種錯誤 你就請你好好看說明 這個說明寫說什麼 ERROR 他說第二個 物件 對不對 這個除以後的第二個物件 它 是一個 它不可以是一個 DiffTimeObject 你這樣看 你有沒有感受到一些線索 好像是 物件格式的問題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二個物件是 DiffTime 對不對 我們問他class 它是DiffTime 對不對 那 物件格式出錯了怎麼辦 就是強迫轉換 對不對 好那所以原來 這個東西 我要把它 AsNumeric 欸這樣是不是就強迫轉換了 欸這看起來就很像數字了對不對 其實你之前一直都 這邊出現一個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原來它就是一個時間的這個 對不對 好來 那你這樣子做完之後 然後你是不是 呃就是30 然後 Diff GFR 好這是不是就算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個東西 就等於我的 slope 這就是我的斜率 對不對好 那我的斜率 我的 我的check我要怎麼寫 我的check就是 斜率 斜率 它大於2 或是斜率小於-2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樣我就可以抓出 它出就代表它有問題嘛 假設第一筆有問題 第二筆有問題 剩下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當然這個有非常多寫法 舉例來說 你可以寫ABS slope 小於2 ABS就是 Absolute 這個絕對值 好不好 這個 那絕對值 除了ABS以外 你一定還可以想到 那平方 平方之後小於4 嘛 很多種寫法啦 都可以 好不好 好那 不管怎麼樣 這個check如果 這個check如果出現 我們就要問它是否出現true嘛 對不對 true 如果出現在 check裡面 我就要把它填到我的xi裡面 好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寫完了 我寫完的話 我要打包回圈會不會很難 不會嘛 4 然後 i 1到多少 n.patient 對吧 好來我們把它 合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 我說我這邊有希望你可以加一個進度條 對不對 就是希望你可以加一個進度條 進度條我們好像教過要怎麼加了 對不對 來 就是 pb 等於 txt progress bar 然後 max等於 n.patient 然後 max 這個 style 通常第三個style可以比較好啦 你們如果喜歡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其他style set txt progress bar pb i close pb 好這個你們打字沒有那麼快 用複製也可以 好 我們 我們這樣就可以全部執行啊 來 run 欸 瞬間就做完了 好瞬間就做完了 這個x我們是不是就有了 這個x是不是就是 有問題的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它抓出來 怎麼抓 一樣 levels patient x 這些人有問題 這樣可以吧 那我是不是 就可以把這一題給完成啦 好 所以說 這一題啊 就是 沒有想中簡單 主要就是這兩點 第一個 你需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否則沒有辦法相處 這個是重點 就算你全部都會了 你還是得過這一關 而且這是我沒有教的 但是你應該 我希望你可以有能力 看到ARRO不要就雙手一攤 就怎麼辦 總是 稍微看起來ARRO訊息 第二個是 這個 這個東西是還好啦 這個很多種方式可以解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基本上都上到這裡啦 那 你們應該已經學會這麼多功能了 讀錄寫出啊 介紹清理啊 簡單介紹合併啊 回圈已經很熟練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對資料處理前 你要做一個很好的事前規劃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最後就是驗證規則設定 我們下個禮拜 會教大家 我直接跟你們講 下個禮拜我們主要要教什麼 我們下個禮拜最主要要教大家的是 現在我們只能找出病人是誰 對不對 我們還沒有辦法找出 是哪一筆出錯了 這樣懂我 什麼叫哪一筆出錯 就是今天有一個 呃 覺得說今天 我們在醫院裡面 我們做了三筆資料 第一筆資料是 第一筆資料跟第二筆資料 間隔 40天 第二筆資料跟第三筆資料又間隔40天 那照道理講 如果你直接去檢查的話 你會發現第二筆跟第三筆都出錯了 對不對 因為它的間隔都小了40天 可是 如果你想要 你 你可不可以只損失中間那一筆資料 你把中間那一筆去掉 第一筆跟第三筆就間隔80天啊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用 我們必須要做出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不是就蠻難的 因為你必須動態的決定 你不是每一次都跟上一條筆喔 你懂我意思嗎 你是跟上一個合法的日期比 所以 下個禮拜我們會教這個 這個應該是 幾乎是最難的啦 只要過了這一關以後 你大概 我們過了這一關以後 就不會有這麼困難的挑戰了 好不好 我先給大家一些提示啊 我們要做這件事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那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不好